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偷辅的演员是烧饼曹赫阳 给您换一场 节目一场接力一场 刚才是我们这儿特别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晋贺兰朱贺松 点儿还是不累 合作说了这么一段传统的相声 叫做找桌上啊 找曹操 找曹操说的非常不错 下去休息休息 这回又把您换上来了 该我上场表演了 大家对于我们两个人的比较了解 有熟悉的朋友 两个人在一块搭档也有 十多年了 时间很长啊 确实确实 我是看着曹老师从一个轻轻的少年 轻轻的 我是河边草 聪聪少年 一个聪聪世界聪聪 随便 你说什么都对 哎静可兰 我看着咱正好给你 看咱正好给你 你别上那个轻轻的你还行啊 说啥是啥 哎呦 哎呦 从一个你别摸一下鼻子往我上套 他最近台上老有这毛病 你刚才表现的不错 那是语言上可以容忍 其实一个从一个聪聪少年 啊 长得一个郁郁葱葱的少年 啊 确实说的说的时间也比较长 哎 是 两个人在一块搭档起来二十 快二十年了 小二十年有 哎 确实不错 嗯 见证了对方的成长 可不 啊 见证对方成家立业取其生子 啊 是是 哎呀 真不错 真不错 怎么今天冒出这么大的感叹 哎呀 就说呀 这交朋友这一辈子呀 啊 这很少说这个二十多年能在一块 哎 很少 还没有走散的朋友 现在有导航什么的 什么叫导航 走走无散 就说就说很少 那可 说二十多年没红过脸 对 相处下来很不容易 哎 对了 确实不容易 哎呀 其实我 我最近确实有点感慨 感慨什么 感慨啊 这这么多年走过来不容易 哎呦 就就不知道要不 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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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祝克松打档 哈哈哈哈 我有点摸不着你才是到错证 不是就是我就感慨那个劲 要 要不你让我当干爹 哈哈哈 这样我能对你更更好一些 那你确实啊 我现在一个人一个护骨本 我护骨本你缺一个长子 你当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这话说的有点不合适 那谁不合适 你等我就是你当 就是我想把咱们这个关系啊 啊 维持得更好一些 现在维持得已经很好了 哎呦就说我希望能更好 知道吗 人家一个 哎呦 哎呦 谁一个 谁一个 怎么干润淳了 哈哈哈哈 慢着还不是我呀 哈哈哈 那我是看这个 我突然有点语刺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突然有点语刺 我这有点儿寓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呀 没必要 这不必要 我觉得 交朋友 当然也有好多这个 交朋友这个典范 您举个例子 还有这个先贤 值得咱们年轻人去笑 说一说 过去来说不用这么句老话 哪句 不学马刚一柱香 有这么一句老话 桃圆结义 瓦岗一柱香 瓦岗山三十六有结拜 到最后一个头磕在地上 各奔东西 好死的死的王子吧 结局不好 要说交朋友 还得学刘关照 桃圆三结义 有道理 这不容易 要说人家搁仨 往那一跪磕头 那是千古流传的 那叫一段佳话 您最近是不是被哪个朋友伤害了 为什么感觉这样 瞎不就是敢出那么深 就是我觉得咱们哥们应该效仿一下人家 真的是 人家确实 谁什么结义什么的 人家都是模仿人家 对吧 刘关张嘛 对不对 老大叫刘关张 老二叫刘倒闭 不开业 这不着钱了 刘关张是仨人 看过这书 那是当人谁都知道 刘备官妃张雨 都是仨人 都是你的错 刘备官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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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官妃张雨 刘备官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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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这是仨人 刘备官妃啊 不容易啊 那谁都知道 一个头磕在地上 在桃园啊 桃园大家伙都知道在哪 在哪呢 在台湾 桃园机场啊 桃园机场的跑道呢 刘备官妃 不求童年童月童日生 但求童年童月童日死 大哥 三地 飞机越泪越近了 真真的 这仨人刚磕完头 就被怼死了 哪啊 谁磕在跑道上磕的 在哪 在哪 爱哪哪吧 没有 这就是 国安检那 人家就是一个头磕在地上 国安检那个轨道上 那谁先从轨道上掉下来了 为什么国安检出来过去了 在哪 咱不知道 对就是桃园人家一片桃花 桃园三铁 是 哥仨仨呀 咕鸡就跪了 怎么老咕鸡 咕鸡 我跪泥潭累了 是吧 咕咚咕咚一下就跪那了 好家伙 我仨仨啊 一人端完酒 对 上面有一个供桌 我以为这酒碗瞬间就变这么大了 没有没有没有 都见过那拜靶子那场面吧 对对对 搁着烧鸡 一供桌 搁着猪头 对对对 搁着红茶 你仨仨 你仨仨 你仨仨是在东北 这仨仨是在东北 还有红茶呢 那还得有勋将拼盘啊 勋将筷子都没有 你仨仨有桃子有什么都可以 那酒杯得是哈啤了吧 大扎啤啤 没有人去正常的供品 不要形容了好不好 猪头羊头牛头 三头 撒搁这了 官二爷 中间一摆了 桃园三天 刘卫关 昌飞 一个头磕在地上跟亲兄弟似的 对啊 然后他们拜的是 官二爷 那也不能拜耶稣啊 不是 你在 你在 你在屡屡 在屡屡 都拜官二爷吗 不是 都拜官二爷 都官二爷啊 官二爷在上 对不对啊 我们哥仨愿意结为异姓兄弟 我这不叫词吗 他仨人咕咚跪地上 这边刘卫说话了 我刘卫 我 关羽 我 张飞 你确定喊关羽的时候 关羽是跪着的吗 哈哈哈哈 他没站桌子上 他没站桌子上玩活 你再捋捋 没毛病啊 但不是 后来 后来 结义学的是他们仨 拜的是官二爷 他们的仨结义 这边刘卫跪下 这边关羽站桌上 谁拜谁啊 吓得吓得 吓得 站桌子干嘛呀 再给官二爷菜了 哈哈哈哈 谁啊 懂不懂了你 你 官二爷是谁呀 官二爷就是官二爷呀 谁呀 官羽排第几呀 哈哈 那他跟他分配 哈哈哈哈 哎 官二爷就是官羽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官二爷就是官羽 啊 官二爷就是官羽 哈哈哈哈 你谁掏口子把你团染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又没有假流 我妈说 你官二爷就是官羽 他俩一样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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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二爷就是官羽 他俩一样 哈哈哈哈 那还背那气干嘛呀 那哎呀 中间都跟这小镜子不就得了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拜一拜 那天啊 那你个字 他不可以拜他不不啊 哈哈哈哈 那不拜他也得拜点啥呀 那那会儿确实不拜官二爷啊 不拜官二爷 对呀 那也不能拜天地吧 哥仨 下一步就哥仨入洞王 就是拜天地人家 真拜天地啊 不是你想的那种拜天地 天地为正 不是仨人一被窝 不是 倒是也可以一被窝 那会拜的不是关于 老花不记得原文上写的吗 你还知道原文啊 黄天在上 后土在下 有这两句 我们哥仨愿意嘎嘎 不是那个 郭王 就按我这说啊 我这郑板记住了 我要杜出 搞清楚你来说 让大伙儿笑喝 就说这意思 我说等咱哥倆有个机会 可以拜光二爷了 这回就可以拜 这回行了 对麻烦他老人家来一回 确实咱俩有精神 找一个好日子 找一个端午节那天怎么样 端午节 正好有上贡的贡品 他得借着贡品来 你不会自己准备点 那还得花大钱 就来一回 所以你果无所谓 同意吗 哥们儿吧同意 咱俩拜天地还是拜官阿爷 拜官阿爷 看来这是有标准的 三个人拜官阿爷 两个人拜天地 三个人拜天地 两个人拜官阿爷 就不拜天地了 不拜天地 就说就想跟您关系越来越来越来 不知道想什么的 主要是我还看着一点什么 这交朋友啊 其实还有一个得长助理 长助理 哎对了 什么原因 首先来说啊 交朋友 您得看您这朋友啊 孝顺不孝顺 孝顺不孝顺 对 这是一个衡量不准则 没毛病吧 没毛病 哎这话有错 总结的好 有错 您打我这爸 您打我 我真想抽你 这说的也是没毛病 没毛病嘛 对对对对 对不对 要说交朋友来说 你说你要不孝顺 没有 那是当谁的 你说你要不孝顺 没人跟你开一块没错 你说你要不孝顺 谁能说跟你够事 你说你要不孝顺 你这人啊 你怎么能孝顺 你废话 干嘛呢 不孝顺举例子 你说说明就 你不要老执我 你打听打听 谁不知道 我曹可阳大笑话 这怎么打听 你打听去 你不安静啊 你喝玩意 有自个儿说的吧 你喝玩意 有当大伙伴说 你不孝顺 怎么着 我早我就不孝顺了 你孝顺吗 我早不孝顺了我 你孝顺 你 冲我这么大声 哈哈哈哈 吓着我吗 你知道 我又没带刀 带刀我就吝死了 你喝玩意 是父 哈哈哈哈 这词我有我有啊 什么乱讲 我干这 知道的 这 是父啊 是父 别来这套 这是这是一个人 你这是评价 你会 你一个人 你老往这儿 屁股什么呀 不是我就说内涵的 对不对 孝顺 这最主要 当然孝顺不是说 像您各位啊 具于什么形式 过生日 买个蛋糕 逢年过节 递点水果烂头 我们再看看妈妈去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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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人那么干 就是孝顺啊 是由心 对发自内心 对了 没错 心里边有 嗯 啊 比如说家里边 出去 出去 碰见什么好吃的了 啊 喜欢什么 心里边想着 哦 哎 给拍一张照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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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一份给父母带 哎 你看这都用介绍 拍一张照片 这喜欢不 哎 你一下呀 啊 自己父母别花游泳钱 啊 也对 拍一下爱不爱 啊 你还喜欢不喜欢 天津啊 哪 不是要割我 我喜欢 我就直接买完就送 老头不喜欢啊 可以说 这不看不过 我就不喜欢 哈哈哈哈 怎么老有你的事 就是你别老用的心事 对不对 百善孝为相 这是老话 对不对 对 还有一个就说 有这么一类就是什么呢 活着孝 死了不孝 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 这老话可能我气烦了 就是我 哈哈哈哈 活着不孝啊 哈哈 他死 孝 他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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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真的 你最近家里没发生什么事了 哈哈 你不用借着大伙儿录像 或者怎么着 去宣扬自己 哈哈哈哈 哦没事 好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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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开心的 哈哈哈哈 别让我笑 特别开心 挺开心的 啊 就是 活着不孝顺 啊 死着孝顺 你得解释解释 就是 你说 我没有亲历过呀 哈哈哈哈 不是 那你能说出这话 你对这个事迹有所了解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你活着的时候 哎 就是 什么打电吗 你啊 啊 我老有这个文章写对 对吧 不好的 有见过吧 过去更多了 老头老太太家里边本来就不困难 啊 然后虐待老头 虐待老太太 哦 啊 然后等着 困难 老公俩没了 父母没了 哎呦 大办白事 这干嘛呀 给街里街坊看啊 给外人看 对了 哦 让外人看 呦 这孩子真孝顺 其实都是假孝顺 啊 这就叫活了不孝死了孝顺 哎对了 懂什么意思 现在稍微都是现代社会 嗯 啊 办个白事啊 都找一个殡葬公司 啊 这殡葬 打一电话 人们派一车 哎 给弄 弄好了 拉走 哎 给拉走 啊 然后就不问了 然后呢 哎别到会儿 别不问了 就别到会儿 那人家都都安排了 正常 对不对 过去不是 过去呢 过去都是放在自己家里 啊 就尤其是农村啊 平房啊 都放在家里 放在家里 是 然后呢 然后都办白事 有讲 很讲究 哦 很讲究 不懂不懂 没了解过吗 很讲究 呃 得请这个 过去来说啊 请和人来念经 他只念经 你没见过吗 我我电视上看过 但我不了解 这种 超度啊 超度啊 人啊 过去 迷信讲的说 人有灵魂 啊 现在也有这么说 啊 中国人啊 讲究 讲究什么呢 这个去世之后啊 得这个 去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啊 听说过 对吧 对啊 人外国人不也讲究吗 外国是 对 上那个 上天堂 啊 对 他们也这么说 建音苏 哦 呵呵呵 讲这个 怎么弄呢 一般请和人请老当 啊 过来给念经 念经超度 哎 好 头七经二七经三七经 嗯 最讲究的 嗯 得念到七七四十九天 七七四这么长时间 哎呦 七七四过去啊 农村呢 那条件一般 哦 冬天 冬天还行 啊 是啊 感人的三福天天天 对 怎么的 热呀 你这是什么标志 哈哈哈哈 热呀 我真的怎么这么 你都滴着水了 我本来就爱猪啊 哈哈 热呀 那搁不住啊 哦 人守死 人守不住 对呀 都放坏了都 嗯 那也得停 那也得停啊 七七四十九天 哎呦 到时候停完之后 放地底 埋了之后 嗯 装的长得好 可能是 这么长时间 就会捉 每天错误 人可能是为了 这个这个 这个悼念 再有一个 我听说啊 过去停七七四十九天 的原因是 呃 保齐啊 医疗不发展 这个人可能是因为啊 可能一口气儿 没到时候来就过去了 保齐停了时间越长 他有可能就坐起来 哈哈哈哈 我还这么说 我把齐都扯了 你醒 哈哈哈哈 停七七四十九天 哈哈哈哈 鼻子都烂呆了 嘎 嘎 坐下来了 哈哈哈哈 嗯 我鼻子不通听 哈哈哈哈 打开自己的憋要 嘶嘶嘶 嗯 好多了 哈哈哈哈 你说这 疑绝不发大 没法检验 啊对 现在这个农村啊 呃 办白事怎么办 非要停的家里啊 嗯 有那个水晶的冰柜 水晶 这我不了解 哎 水晶冰柜 像您说的 啊 停七七四十九天 啊是 万一缓过来了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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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冰柜坐起来 嗯 把身上的鱼丸 哈哈哈哈 带鱼 哎 唐楼片子拿开了 哪个冰柜啊 哈哈哈哈 放痴的着的冰柜 把人搁里边 啊 啊 他乱七八糟的 没 不是 观彩 没见过哥冰淇淋这个吗 能干的 哇 哈哈哈 但是 哈哈哈 错过人家堂里 就是 就是 就说는意思啊 是 过去是有这个 就是 停的越久啊 这 花销的越大 对 而且还有说是 是为了外地的村口 方便回来 能赶路 哎 对 不 Sai 温니까 对 对 哎 诶,确实不容易,这念经来说呀,怎么着,它有很多的讲述,哦,这我也不了解,诶,这念经里边啊,有何人有老邦,哦,诶,到家呀,抄读完了也行,讲究的就是什么呢,僧道翻泥轮班来,哦,还得倒着来,可不吗,哦,一波来完,一波念头,一波来完,一波念头,哦,诶,几层的抄读,哦,就是,就是,微章哥,其实,你看,我理解对不对啊,就我一老百姓我也不懂,就是说,这挺的, 这四十九天,别闲着,让他们一直念,是这意思,也不是不闲着,那也不能孩子,故意帮孩子过来,念成八口诀,一得一得,那也不能,那肯定说这意思,肯定是有寓意,哦,咱不懂啊,你回头我了解,你咱懂这个题,真是,你懂,这我不懂,我怎么说出来的,那你是刻意学的,还是家里经历过呀,还是, 我听,我跟你说,我,我了解过这事,特意了解过,可不,是吗,这和尚来说,您各位,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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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也不太了解,怎么这都知道啊,和尚也分,真和尚,假和尚,别闹,别闹,别闹,张嘴有话,什么叫真和尚,都是真的,哪,假和尚啊,谁盖里的,谁盖里的,那一个地区就一个秒, 你知道那一天同时死多人啊,过去那会儿,好像和尚念都过来吗,嘴皮都磨出血泡来了,赶场的事,那女儿都敲没了,知道吗,和尚都出去念就四里没人了,那香火怎么办啊,钟才让人偷了呢, 不是,那你这,这,这,这甲有什么关系啊,就是,真和尚,念,念,念一波,啊,人家甲和尚,人家习俗得有啊,哦,对不对,人照样,老百姓得需要超多啊,啊,请过来真的,哎,自,哎,就是,就是这活,就好比是,就是,外卖街坛嘛,你不能这片光这一个七手素啊,哈哈,三里头就一个七手,都累死了吗,啊,对,也是, 人也饿死了,对不对,不是说的有道理,但我总感觉你这是歪理,那这甲和尚也不对,人也念经,当然人家就请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师父经,师父经,哎,对了,哦,咱有这么一路经,是吗,就叫师父经,哦,这你,你,你不信,我不,我不信,不懂,门后台有啊,后台有,门后台有啊,谁啊,那个,朱贺松他爸,哈哈,怎么了,就是师父经啊,他爸,啊, 念经,对啊,那他爸是,和尚,别老,和尚能有儿子吗,这是,和尚有孩子,没想过,和尚又不是太监,哈哈哈哈哈哈,平常不能有孩子呀,不是,人私里在,人,人,人世道,那喇嘛,还说结婚呢,不是,你不懂,你别老瞎问,啊,人家,孝强和尚懂不懂啊,哎,这我经说,我倒我不懂啊,孝强和尚是, 不懂你接过来就吃过,就显得能跟您沟通,小时候啊,就是说白了,这孩子多病多灾,家里边呢,给送到庙里边,庙里边,哎,交的念交,哎,消灾去货,哦,哎,增福增寿,但是也不是正经出家的和尚,哎,后边留个小辫,哎,等到这个成年的时候呢, 把这小辫一剪,哎,该欢俗,欢俗,啊,这就叫,跳墙和尚,哦,现在我懂了,哎,哦,这人一说通通吧,就去跳墙和尚,啊,那是,那欢俗了,那正常,有儿子正常,有孙的都行啊,你管着管着你,哈哈哈哈,一听你说,人,人家妈叫跳墙和尚,啊,没事呢,在村里边,哎,有本职工作啊,还有工作,哎,有本职工作,嗯,没事呢,给人家杀个猪什么的,带个羊子都行,哈哈哈哈,兼职给人当和尚,哈哈哈, 啊,这跟我的认知好像不太一样,那种,废话,没有说,就,人家不在庙里头,嗯,在家跳墙等着,就盼着,站出口盼着,谁们家死人啊,哈哈哈哈,往上班去啊,哈哈哈哈,那他爸可能活到现在,那还是,得有本职工作,哦,本职工作,哦,对啊,人家该,该干嘛干嘛,嗯,人也是好几个小伙伴,哦,也有一块这样,啊,年轻没有一人念的,嗯,嗯,嗯, 都是一堆,哦,哎,哎,哎,有一个,这叫大帽,大帽,就是主唱,这主唱的词,搁在这儿合适,这么解释,大家听得清楚,主唱,对不对,往中间,这么一坐,哎,高大法台嘛,坐在中间,哎,边上的呢,都是拿一帮乐器啊,给伴奏的,有点像帮忙的小和尚似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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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参加那些法事,不懂是吗,哎,主持站中间,中间站一六,哎,他们这类人的,主要就是, 到人家去念完了之后啊,人家,有那流水席,会吃饭,哎,主要是为了吃饭,哦,他们为了吃饭啊,你要是,仔细听了,嗯,你就会发现,嗯,他们手里边的乐器啊,嗯,这个发出的声音啊,嗯,其实,也是奔着吃去,嗯,怎么让你说的这么,玄学,真,真的,那怎么听出来是奔着吃去,有那个吹声呢,有吗,吹声,啊,有吹声, 吹声那个,吹声那个,你吹这个,不是吧,不是吧,我,哎,吹一吹就不好吹了,怎么着,哎,就,就开始,就找神了,找神,找神了,您来了,我去,不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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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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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吃馒头,吃馒头,吃馒头,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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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 咱说实话 就赶着人家 办白事 乱 家里不出事 乱计事办 看不过来 里出外进 好多闲人 他们在那唱着唱着 唱完之后 就容易手黏 手黏是什么 就是从本家看好什么东西 能走的时候 赶着收拾这个 东西的时候 顺着就给人家 就拿走了 还偷东西 去去去 这包哥哥 说 手黏 专业术语 手黏 但偷个小劲 没所谓 本家一时半会发现不了 人多忙了 也有失误的时候 有一回念完经了 收拾完东西 手黏 给人 冰柜 偷走了 是摆在正中间 你这本家什么时候发现了 本家都吃完病了 说吃水药肉 一找冰柱里边 没有羊龙片了 怕见了 连人都找不着 没听说 弄到还冰柜 在正中间 他们就都给推走了 哈哈哈哈 他们一众的霸胎 从来就走 怎么能偷弄 男人就就就就就就有 小来小去的 哎 全是不注意拿走正当 因为这人缘呀 三思不齐 对 哎 有那么一回吗 嗯 就是 他爸去念经吗 老猪的爸爸 这人缘都是一罗笔坑 哦 小团队 哎 对了 小团队 一罗笔坑 赶巧 有那么一天啊 这其中的这么一位成员啊 他 他确实不太舒服 哦 什么病 哎 哦 鼻炎 嗯 老猪有的 买食赠气 买食都八十鸡 他给我知道 哈哈哈哈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哈哈哈哈 鼻炎 鼻炎大伙伙知道 知道什么病吧 鼻炎啊 有的是流鼻涕 哎 流胺不止 哦 有的是闻不着味 毒 哦 有的是流 有的是毒 哎 对了 分两种 嗯嗯嗯 赶巧那人呢 可能就是毒死了 哈哈哈哈 他确实拿嘴喘气了 啊 对 咱跟鲸鱼的啊 哈哈哈哈 给他干这 哦 这样就没法 实在来不了 怎么办呢 少一人 得去 带上去了 是 后来 猪霍松大爸爸 哎 猪小松 想起来了 哈哈哈哈 咱俩几名 喊着起 猪小松 想话 不得是猪大叔 哈哈哈哈 老猪 老猪去吧 老猪吧 老猪 哎 老猪 老猪 哈哈 哈哈哈 老猪就想起 小猪来了 哎 走吧 儿子 走吧 跟爸爸念经去 胡说八道 没听说 带着儿子念经 有何带着儿子去的 吗 能说吗 猪大松 爸爸 您有点过于搞笑 哈哈哈哈哈哈 那少吃同小就不会 但是您的效果 平平 哈哈哈哈 您到那儿去 您有一个求死的心态 对吗 哈哈哈哈 您让人本家一听 我管您叫爸爸 当时您就跟他父亲谈 你病鬼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挤了下 有什么价值 他没这么说 您这不露馅了吗 对呀 你这孩子 你也愤 你别管我叫师父呀 啊 你别管我叫师父呀 就应该叫师 哎对了 你管我叫师父 我也不管你叫儿子 哎 我管你叫徒弟 就改成师徒 哎对了 你这样的话 哎 你这么一叫我 咱们就露不了线了 啊就伪装一下 哎对了 哦 这么说 咱还是一个伪装者 对不对 一下后头头 哎 啊天天追着后台 管我叫师父 我不要大爷 我多敢跟你叫师父 我到那去 你别跟我骗 啊 不对呀 怎么又不对呀 您那年轻的玩意 我也不会呀 啊是 你说的话 我会呀 哈哈哈哈 爸爸也不会 你就跟着哼哼 不就完了吗 哼哼哼 再说 让你去 主要是干嘛去了呀 干嘛呀 主要去 哦 让他年纪了 对 小孩来过来去的呀 嗯 他 他 他不 不血眼 有什么东西好 说对呀 嗯 主要从那年去的时候 还小呢 嗯 现在再去 就够盼了 哈哈哈哈 你真替他着急啊 哈哈哈哈 对 去吧 到那里去 嘿 老朱这角色可以 怎么的 哎呦 老朱这 老朱这人也不错 老朱这角色也不错 嗯 老朱啊 他去那 他还是 是那中间那 普叉 哦 就刚才说 你主要是 就大个人 对了 啊 带那个 也得带那个 帽子 大帽 大帽啊 这叫 武佛官啊 没有这样讲 没有 没有啊 那怎么办 找那个 蛋糕店 蛋糕店啊 买一个那个 生日快乐那个 那不就是一个 头灰吗 哎 武佛呀 拿那个扑克牌 那勾扎的可以 哦 那几个拜伯佛呀 哎 哎 全是红桃的 哎 顺金活佛 哈哈哈哈 顺金活佛 啊 顺金人多气 啊 顺金人多气 顺金您倒是 全是 还全是红桃的 对啊 你别骗我 怎么呢 带人呢 就三场 哈哈 那那个 顺金 那那两个 来俩配套的 哎呀 大王不也行吗 说 大王也行 顺金人多气 啊 顺金人多气 啊 啊 袈裟也没有 袈裟 啊 那很重要 红桃是袈裟 那我怎么办 嗯 家里边有那屁下来啊 啊 结婚当年的红贝面 红贝面 他当袈裟使了 秀着鸳鸣啊 哈哈哈哈 这正确和上 我这 哎 哎 都弄得了 嗯 边上的那些个 同伴们都准备好了啊 哎 爸 我也前进啊 是 往那高大法台那法台 我今儿这么一组啊 看念经 哦 正顶念经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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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岛长成就 镇计江城 摘住前城 上 相 什么 爸 相怎么回事啊 摘下海中 巨阳盛号 苦海滔滔 灭自兆 迷人不经 半分毫 世人不把 弥陀年 往在世上 走 一早 远滚山游四 喜庭水 雾声 春去花团 载人来 鸟不 静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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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云 断 唱 脱鸟 就要逃这几句白狗是真的 反正就学那么几句 就这几句 唱来唱去吧 反正加上儿歌啊 反正会的唱吧 什么都唱 什么修喜红啊 什么大石化啊 劝人方啊 试步锡儿啊 发字节啊 还 我来 或者说一下 哎 哈哈哈哈哈 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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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套都给人唱一遍 哦 天惠啦 唱唱多了 干正事儿吧 所以主要是守眠来的 哎 边唱 你是我仙 来来来来 哎呀 哎呀来来 关在里边六千来 哎呀哎呀 还是得放出来吧 跟着 边唱边撒么 撒么什么呢 之前找人本家之前的东西 哎呦 一打眼啊 就瞧见人家本家的门后边 立得都立在头 那符合样不值钱 这家里缺什么拿什么 老师这么想 可不是吗 哦 对不对 上回缺病会发现了 对不对 上回缺病会发现了 对不对 想他会死 怎么 可自己去吧 不行 太显眼 生没了 人家本家 哎大盒呢 哎 头腹的砍他 本家怎么好惹啊 砍他有馅儿 你怎么知道 先挡他 哎 叫猪和松去 你叫儿子去 哎 你拿这个 你给管这个 有一个类似醒目楼笔唐中有 你瞧这个 叫徒弟 叫徒弟 叫什么徒弟 叫徒弟 谁谁 哦 祝和松是徒弟啊 对 叫洛松呢 叫洛松跟那儿玩 来活了 来活了 来活了啊 鸡腿 叫洛松 还有鸡腿 还夹着鸡腿 管饭 人家管饭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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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洛松 我又把腹子 您等 杀上 拿经文念出来 哎 唱得再清楚点 高丑 再再清楚点 全场 这就 拿这传案号 经文啊 这都念了经 就传给人家了 也是 这毛啰啰啰的 乍一听 可能听不出来 哎 哎 对啊 男后子挖斧子 祝洛松得着信了 炒吧 看看吧 哎 巧坏 怎么着 这斧子 可不是平常咱家里边 这么大点这个 劈劈 是吧 多个排骨 小斧子 那是什么呀 一人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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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刚的板斧 哦 那么大个的 就砍大寿那个 我知道啊 他是洛松砍完这个 这一插腰 鸡腿都掉了 哈哈哈哈 把你捡起来了 嗯 这怎么拿 是 放哪儿 大个 啊 被偷塌 嗯 这家这斧子也太大了 怎么死的光都响啊 哈哈哈哈 什么客都响不响啊 不是 这搁哪儿 家苦道理 啊 从底下顺上去 不行啊 怎么呢 杆长啊 哦 从这伸出来了 支出来了呀 哦哦 我偷了一刀 会不会准喊啊 得听见不不 哈哈哈哈 不行啊 那倒也是 露炫了呀 但是你爸爸让你偷啊 让我偷 这技术还能太高了呀 那怎么办呢 告死 还能盖子 哎 拿这个 你拍这么一下 嗯 叫师父 反着叫过去 哎 怎么着 嗯 叫师父 哦 嗯 这福子 啊 偷尘 改成 不得 掖掌 这 没劲儿掖掌 哦 还不走 啊 再拿走 不拿了呗 啊 你听着生气 怎么了 倒霉孩子 你怎么奔 让你干嘛来地 干点这活干不了是吗 哎呀 一生气啊 把这拘魂铃抄下来 铃的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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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接 Ear Insurance 把铃抄抄出去 我还出主意呢 甩出去啊 哦 回头咱带茧呢 也是个主意 谁让你躺在身上藏着 就够这么一瞧啊 扔 扔不了 为什么 他背着他爸爸呀 已经把人家根家了 新买的一个不锈钢子 三层峒的大针锅 拿出去 什么时候拿出来 我这么有天赋 他觉得家里没有这玩意 第一次来就会干这狠活 对不对 这个菜煮个饺子多方便呀 已经放在墙外边了 今说临走时候 我就把这个就顺道里打走得了 但是现在让他们拿斧子呀 不行啊 他爸让他扔出去 那不行啊 这一扔 万一把这锅给砸着怎么办 锅也坏了 万一坏了不大劲 一砸着 出那么大声 本家也听着了 当时给我们都砍死了 怎么办 我可能去的就是偷偷弯 可能 没辙呀 这这还有太费劲了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呀 那你得告诉他呀 怎么办呀 干脆呀 我呀 来一段小solo 小solo 这就一大段 哎 叫师傅 他爸已经 怎么着 哎 叫师傅 你听着 在墙头外边有口果 扔了斧子当了果 果比斧子质地多 依着我们说 不要斧子也要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别着急走啊,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演出就是,就是这个,说着说着呀,观众热情呢,我们演员呢就反应了,是,哎,确实就是这样,这也是我们演员的一个这个,留下来的一个习惯,一个小传统,哎,原来说咱们艺术,不艺术放一边吗,我们演员呢,直接汗是真,哎,汗是真,哎,汗是真,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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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初夥看人,那就是得让您各位部长,这您也花钱了,我们付出劳动呢,就是我们应该的,对,这出汗一样,要不然 slavery那也出汗了,那出汗花钱,这出汗真整的,啊,但是哪都得付出劳动,是,每一项劳动所得呢,其实我都觉得很光阳,哎,这是应该的,哎,确实是,大家伙儿竟然爱听呢,演员就得付说,多说一点,好啊,让您开心而来,满意而去,嗯,我们德鼎社呢,其实, 从业在向上场演演很多年,有年头。 确实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离不开大家伙,帮着扶持。 是!确实,尤其现在,与言还应呢,我们演员更得自查自救。 啊! 严谨一点。 哪怕不可乐,我们也没出事。 我们不可乐,我们还有机会给您斗乐了。 如果太可乐了,我们连机会都没了。 这个演员现在确实是这样,每一个段子我们都在写在纸上,然后反复的修改汉语评音,去练,就是台上我们很认真,私下呢,我们也经常不想,你说话。 今天那个节目,我本来话就说不通。 哦,诶,说话,知道为什么好多事儿,好多容易出错吗? 为什么呢?我开始发力啊,我开始发力,就是因为光一个人说,一个人说显得很沉默,不是,一个人说容易出错,你稍微打我一叉我就想不起来了,好,好,就是有事,演员,对,对,没有错,这都做不了了,说得太棒了,这就OK。 哎呀,好久没有这么凑啊 效果也达到了,咱们还没事 这就是向上的好处 两个人表演,确实 一捧一斗,不交辅助 我们得说实话,台上也很少过多的 去聊一些,我们管这个叫八卦吧 还是叫什么八卦,咱没什么八卦呢 紧张就是大伙不聊私生活什么的 大伙伐,现在不都好多小伙伴 不管是不是什么,年轻人都爱吃瓜 吃瓜,哦,都爱吃瓜 其实我们演员也一样 我们也爱吃瓜 说到这种事他高兴了 我就是有点活菩萨的意思 我不过爱吃,我就是爱分享 来来来 我已经爱吃了 来来来 我不传谣 应该不传谣不信谣 对,我们就想 愣说呀 我们就当茶余伴 好不吗 老北,你得有点这个 这个,什么 乐喝一下 乐,啊,乐喝一下 有道 您平常就这么乐喝 哈哈哈哈 我们管茶余伴后,我们就谈,谈,谈,谈 你们家都不闲这个 哪个家有点有 从后台吧 从后台 现在 现在来说呢 您各位 好多来说 看我们这些演员呢 有的 这个 眼光呢 都不一样 什么意思 原来 我们就叫什么呢 演员 天天 在主台上演出 说像啊 上下班 跟您都一样 对吧 就是个工作 对,现在呢 逐渐随着这个 卓音社的名气越来越大呀 演员也有上电视的机会了啊 好多这朋友们走到大街上 都有的都说 哎,您行,您行 那也不是就是演员呢 不是演员 有老百姓这么喊 但是我们自己知道 就是说像 对,本着说像 但是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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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这么喊 哈哈 哈哈 你享受啊 不是 咱 享受 是说明是观众啊 高台咱们 对你工作的认可 哎 都不说对吧 但说白了呢 咱自己得知道咱几经几两 啊,这个没错 端正心态嘛 对 您各位可能觉得 哎,有的演员上电视多啊 这是明星 但是对于我们后台来说 嗯 说,说平,平一点的啊 嗯 这就同事 嗯,没错 是吧 说稍微,稍微近乎一点呢 哎,这就是兄弟 哎,对,没错 哎,再往好听的说呢 什么样 这就是兄弟 没错,没错,有些什么事呢 您各位说 我们一说出来好像 说是,哎,您听里来 这是一八卦 其实我们就说 串一闲话 你家长里不短了,后台我老聊 哎,谁家怎么着 哎,谁家怎么着 他二爷又怎么着了 他招呼又怎么溜就 你俩人太爱窜车了 哈哈哈,我怎么都没敢上去窜车了 哎呀,你嘴啊,老不闲着,你知道吗 哎,你,你穿不起来 哈哈,他老横着蹦痘 那个 我们就是,就是这个 很平常,家长里不短 哦哦哦哦 放台上,您一听 就是八卦 对,嗯啊 这是后台啊 好多朋友们 对我们哲学社 都觉得特神秘 是吧,一帮大佬爷们儿了 天天在一块 是吧 哈哈 没有什么后台 没有女演员 这帮小子们 天天的 不是,你这不正常吗 工作吗 这都是男的,对没错 还有部分 好多观众以为 我们天天都在一块 形影不离 不然呢 都,好多那个 那个女粉 都克CP 不然呢 啊 克CP 绝,哎呀 克越克越真 越克越真 他俩确定有事儿 哈哈哈哈 有吧 这现在网络上很正常 有克男女CP的 舒直CP的 哎 杀杀 哇 这我这我 我都不聊你 哎呀 你回来 你开车拉我回就 我没办 哈哈哈哈 他把人得让我给拉 这个 哎,很正常 很正常 很正常 还有就是他们 越克越真 越克越真 包括网上 推送的那个 公众号 公众号 越写越真 越写越真 写到最后 我都信 哈哈哈哈 你找我 我都信 你找我 你一个公单位里的缘分 你都信 我现在信 你会找人求证 我不求证 我就信 哈哈哈哈 这就是网友 网友 我们不管真不真的 说的我心本的 我就信 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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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就下了 哈哈哈 你看就下 你让我慢慢说 你别 这话呀 这说话呀 就得跟那个洋葱一层 一层一层的 拨开你的心 我给 吐噜一下说 你站起来 你不走了吗 对不对 这不耗点呢吗 哈哈哈哈 那你觉得这票得值 是吧 有的就有事 那些是后台 我要帮个小把字 哈哈哈哈 你就站着就行 这听这个 你不花钱还挣钱 都开始 哈哈哈哈 后台你就 你看我们后台 个个儿都不大三粗 是吧 谁呀没事 天天在后台 又描眉 又画眼 天天拿拿个 辣椒 完了 哎 天天我后台就照镜子 哎 我们队友这么说 哎呀我跟你说 不往这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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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这个啊 不往这儿这个啊 嘶嘶嘶嘶 今儿哎 今儿来了 又让我震惊一个事 哈哈哈哈 我看见了 可惜可惜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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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老爷们儿啊 我说出来都截着炸牙 我就闹我 我说出来都是炸牙 哎呀 哎呀 就是 你说还是不说 哈哈哈哈 就就就就就 刚才那位 就刚才那位 刚才那位 您说演员 啊 大家都知道 啊 我平时我我我我这人 我挺挺大男子的啊 啊 我就是我说出来我都喊着我看了 我都臊子喊 那什么 哈哈哈 我我这脸都红了 我说后台 就我们大家都知道 穿大褂里边 都有个小褂 啊 对他害死的 对啊 刚才那位 啊 radar analogy 啊 插一个大褂啊 他那个假李 假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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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您把那 不是啊,你就是跑马拉松去是怎么着啊 我说,你就是验你跑马拉松去是怎么着啊 我说他说,哥,我怕人观众那个看着 我说,怎么看看呗 我们害臊 不,他确实,他那个大褂的料子有点薄 他想骚我不说的 我看着我都有点骚的 后来啊,我就明白什么意思 他这个人吧 咱说说,咱没有一点点笑话 说戴有色眼镜 没有,完全没有,各位 他说这件事的时候可不笑 我是,我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坐在这儿 我看到这一幕 我觉得我眼睛,髒了 你看,你看,髒了 髒了 我这一站,我都没这样 他这样了,完了呢 他确实是什么呢 他对这个女孩啊,女性啊 他确实,他就是有点抵触 我这三十八号 他为什么他老表现自己有点散发母爱的感觉 他老是,他确实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啊,有一点那能理解 喜欢 哦 喜欢 哦 哦 不明白 你不信 不太信 你不信 叫上来 叫上来 等下回让他亲你一口就知道了 不不不不不 确实 上面有疑 你怎么知道呢 他跟我说了这样 哦,后台这么多人 不跟我们说,就跟你说 我是得长吧 哦 不理为有 你没发现 他住宿舍的自己一屋吗 啊,是是 是,有一个单独的艺人间 我知道 对不对 他不敢跟别人住一屋 要不然呢 要不然就都知道了 哦,这我还真没住 我不分了解 哦 哦 三十八号 对 哦 平时 很难过 尤其 碰见他父母 不好解释 啊,对 这哥做母都难以及时 对 尤其跟家里边他没啥说呀 哦 这时候就看着当师哥的 得有师哥样 关系私下走下去 咱得给 给队员给出主意 早出主意了 我说你越碰见这种情况 你千万 你心里边别藏事 别藏事 你越藏事 你父母绝对能看出去 哦 你的意思 说 大大方方说 就愣说 你找我大大方方说跟愣说这俩概念 没有话差 找话差也得告诉他们俩 就告诉他父母 让他们愣接受 哦 实在不行 就塑像 塑像 塑像连天就是有办法的想法 对 背着塑像去 是 想着也得说 得说透了 从这开始你日子就好过了 哎 也保齐现在老年人也上网上 接受新鲜事 对啊 这怕适应嘛 对不对 哎 到家去了 两口子 跟那种吃饭 嗯 没敢跟他妈说 哦 怕咱妈心脏不好 还塑像不准备了吗 真垫你给弄过去啊 你出个主意吗 怕那找老猪的爸爸来了就得 他爸来从这儿 哈哈哈哈 哈哈 跟他爸说 啊对 男同志心理强大一点 哎 对了 爸你说 咱到楼道里说点事 哦还不在家 哎呀到楼道里就 什么事啊 嗯 还得背着你妈 把他爸还抽筋 嗯 爸你知道 什么是 同性恋吗 哈哈 试探性的问一下 这个孩子 行了 嗯 这事到咱们俩来这就差不多了 哦 理解了 别说了啊 嗯 别让你妈啊 嗯 你妈心脏不好 是 你放心 爸爸向你保证 怎么着 明天就和刘大爱分手 哈哈哈哈 你看到我 等下来 说完 对 对 你